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核定1950万元的可行性评估经费补助 归要费用1950万我们初步同意 我们期待就是把以前从巴督进入基隆这一段 因为本来走原来的铁道 结果那个铁道可能汇除了客体 那他们现在初步有一个新的路线 我想说我们补助这个归要费用 请他们提出来 那后续我们就按照行政程序来处理 我们捷运的第二阶段 就是巴督到基隆的部分 的1950万的一个规划费 也顺利核定给我们 那我们未来在这条路线上 我们目前是会委托顾问公司 但是会规划朝迈进入的方向 就是安乐区的方向 再进入到基隆的市区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 积极的跟交通部配合来规划 那另外就是我跟配祥委员 在配祥委员上任后 我们非常积极在思考 如何在国道1号的巴督交流道 以及国道3号的基金交流道之间 有一个引道 那这个引道呢 是未来可以顺利的串联 北台科技园区壮观社区 国家新城 以及未来的上置货柜 再到这个北二高基金交流道 我觉得这个对苏解安乐区的 这个交通以及未来的城镇 新的开发 绝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另外针对台62线 延伸到万里金山路线的 可行性评估 立委林沛祥也建议 希望中央要一并规划 新建国道3号 设置高价引道 衔接台62线 西向快速道路 可以利用这条高价引道 避开通过安乐区的基金路段 直接到万里金山 才能有效疏解 目前每到假日 就塞在基金路段的情况 而其实今天到现场会看时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实地 遇到塞车时的状况 这样的行车路线导致说 大五轮地区三万的民众 他们平常跟平常的生活 生活作息跟假日之间的生活动线 跟我们这些去假日去 金山万里游玩的好朋友们 产生严重的冲突 所以在这边刚刚有跟部长讨论过 是否可以在地图上面就很明显的看得到 国道3号跟我们台62线是可以连接起来的 只是以目前现况来讲 并没有一个西向的连接引道 那未来会见请交通部在这边做出研究 在综合规划的时候放进去里面 让假日的民众直接从山高 直接从山高到金山万里的时候 可以妥善地利用新的这个62号 台62号线的延伸 包括七堵交流道的这个北出的杂道 还有金山的这些杂道 那这边也请这个市政府这边 就是提出他的这个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那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高工局 有一个审议的要点来执行 我想说市长或是林委员 对于整个基隆市的交通 有他的很长远的愿景 但是他的确有很多都要经过一些行政程序 那我们也想说这个 在过程中也可以跟交通部做一些讨论 我们尽量把这个行政程序把它收短 尽量完成这些建设 而为了疏解国道一号细止到五堵间 最容易塞车的路段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表示 可行性已经通过 建设计划已经完成 南下北上各拓宽一线平面车道 大约六七年后可以完成 北部基隆段有一个这个国道的拓宽工程 就是从汐止系统交流道一直到五堵交流道 这是过去最塞的那一段 所以我们现在可行性已经通过 我们要把建设计划已经完成 它已经送行政院核定 那核定以后大概应该有六到七年的时间会做兴建 那我们希望说在北部最大的频率就是这一段 说明现在就激起来进行 平面偷宽 平面偷宽 各一个车道 各加一个车道 而立委林佩祥除了协助机动市政府 向交通部争取到机动捷运第二阶段 可行性评估费用 一千九百五十万元之外 也协助市政府向交通部争取到 建置智慧路网一千两百万元的经费 总共争取到三千一百五十万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跟着老师唱啊 跟着老师唱啊 很简单啦 不会打错 不会打错 有 老师说打错都没有关系 要以打 老师有说打错亦没有关系啦 但是 但大家都打得很整齐啦 五 一 五 一 二 一... 一 到前 一... 三 二 六 一 二 一 二 三 五 三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一 好 来 准备好 我们这里老― 老火untu 婆婆 妈妈 阿公 阿嫩 大家退休退休的 老团长老团长 所以我就把它集合过来 就办这个刚好跟那个余慧 他也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结合起来 做这个黄域师园 园坊师园老人这个活动 余春教室里 这一堂课跟着老师学击鼓 虽然打得哩哩啦啦 一点也不整齐 但每一个人专注的表情 要跟上音乐节奏 所以我常常都会提醒他们 手先动 再来口眼 然后耳朵要听 那这里据点已经也是有 大概九十来岁的叔叔阿姨 但是你看他们一点都没有老态 因为呢 常常有在刺激 那这个呢 也是有点像变相的运动 因为像刚刚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打鼓啦 做一些活动 其实都会 也可以增进他们新陈代谢 会流一些汗 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来到鱼桂打造的食农教室 加着班的学员与理事长简建辉 大伙分工合作 喷煮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热腾腾的便当刚打包好 就赶紧送餐去 长者们已经迫不及待 在社区大厅引谨期盼 我切菜鱼很容易 都三口还有有鱼肉 好丰富啊 比我们煮的还好处啊 他们里面都是属于比较清淡的 然后就是像说有鱼 有时候有鱼 有时候有肉 然后它青菜的颜色都配得很漂亮 都是一定有青菜 还有等于是至少它三个青菜里面 是都不一样的 形状不变的人啦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我这样送餐的话 他们中午不用再拜托 或是去请那个什么 铺铺大埋 好 切鱼片 斜斜切切 切大片也没关系 鱼慧请来大厨 教导婆婆妈妈们 如何做料理 全部的食材都用来自他 已经把它切成片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注意鱼翅的问题 要把鱼翅去除干净 杀的时候刀工 就是稍微要注意说下刀在哪里 我比较不会煮 然后后来来这边上课 就觉得他老师这样子料理很简单 对我比较不会煮的人来说是 我可以接受很简单 就是说它简单又好看又好吃 因为我们有跟他学过 渔村人口老化严重 年轻人纷纷外出打拼 金融区域会推动绿色照顾 邀请营法长辈走出来 动动脑 动动手 这一堂缝纷课 平均年纪超过75岁 很久没做过 现在做出来可以自己穿 就二三十年都没做 现在在做了 蛮有成就感 这么一样大家才会有计合力 你没有的话 你自己在家一个人绝对不会想要弄 你有疫情的话就比较有那个动力 这个要用脑筋 一公分了对不对 到这里来 我们要穿差不多两三公分 这样好来 我都都这样 这样比较不算 反正动动手动动脑 大家都不会什么都不会老 就是要这样有这个精神 因为他们的先生都是出港 出港或年轻的时候他们都很辛劳 所以说渔会提供了这些活动 给乐龄的 乐龄他们属于乐龄 像不是头发白白的 乐龄他们也是很 就是让他们手动动手动动 动动脑这样子 谢谢像你 那就是你爷爷 你怎么不成功 这样不是我 对啊 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渔会开办皮雕课程 这一天 长者玩得好开心 你用心的做一件事嘛 把心情做好 然后心里就觉得 白了 这样你成品做好了 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每个就是像我们这种 中年之后的退休的人 就是每天都要走出来 然后认识朋友 大家认识互相交流亲得 都会跟他们讲 捏紧捏紧 捏紧捏久一点点 其实他们力道都会出 我说没关系你们捏扁他 我们待会捡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把它翻证 所以我觉得说 你会办的这个课程是非常好的 可以训练到老人的肌肉发展 跟头脑发展 基隆高龄化的比率 已经位居全国前三名 政府长昼上路 虽然易住经费 但对渔村长辈们来说 唯有不断学习 才让他们更快乐 其实以前的渔村 这些阿公阿嬷在家里 就是看看电视 如果下雨没有出门 就待在家里自己坐在那边 虽然可能也住台北去的 外县市去的 自己都比较孤单 比较无聊 所以我们用心去做了很多计划 还不是说打鼓 还不是说做衣服 波毛现衣 还有皮雕 各方面我们想 我们就是想让他动 你知道阿公阿嬷打鼓多好玩 他们多高兴 虽然打得离弱弱 但是那种心情 脚动手动一起来 他们感觉都很新鲜 让他们的活动力增强 不会像一个人 孤孤单单坐在家里 也没有什么能跟他讲话 人一多话就多 而且话当年话童年 以前渔村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都会聊起来 而且出来走走 对他们来讲 身体上 尤其这种天气 又冷 又说在家里 又没有人讲话 那我想心情上 都比较不会那么开朗 如果像这种夏天 带他们出来 一位这边有个大教室 大家在那边一起 感觉不会冷了 话又多了 心情也放开了 什么事情都好做 传统渔村长者 大半辈子奉献给台湾渔业 后半生要如何照顾他们 光依赖政府的长照 恐怕明显不足 旧区会推动绿设长照 就近关怀渔村长者 让他们有归属感 也乐于接触人群 勇敢学习 记者黄少民蔡小军 采访报道 第一场开工顺利 第二场动土平安 画面上是基隆港务警察总队 办公厅设大楼新建工程的祈福开工典礼 现场邀请了许多中央跟地方的贵宾 见证这个重要时刻 包括在地议员跟里长都到场祝福 希望这个新建工程可以让基隆变得更好 那今天这个动土仪式 就是我觉得很圆满 很温馨 军港西迁我们在今年就可以全部都完成了 那军港西迁以后 在东岸这一边 从东一一直到东六七 中间刚好还有港警总队的大楼在这里 所以它会显得相当的突兀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过去就开始争取经费 去找地方来重建 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新建大楼的一个开工典礼 高兴能够代表林优昌林部长来参加 基隆港警总队办公厅社的新建工程 这个工程是林部长在离开基隆之前 最念之在之的一件事情 就希望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 一个很优质很舒适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那事实上这个案子在过去 他担任市长的任内 我们透过市长的平台呢 跟中央积极来争取 原来这个工程的总经费是2.4亿 后来因为这个银监物照的这个上涨 所以大力在跟行政院争取 总共达到这个4.4亿 大幅增加2亿元 所以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我们港警的同仁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 那也相信未来完工之后呢 可以对整个港区的治安以及这个 海上的这个巡防相关的这个工作 可以有大大的注意 那也期待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 需要谢谢林温柔总队长 他在2月6号就不厌其反的美工团讯息到说 什么时候可以发现到公文到了哪里 总算在2月27号一切都顺利过关 这个当中每一个工程 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有的理由是为了什么 因为基隆是北台湾最重要的城市 让所有维系航港 维系基隆港这块地方的港务同仁 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 是我们所有身为父母官必要的责任 我非常感恩 我像在基隆市政府 我可以看到我们协助完成这样的功德 再次真的谢谢所有前朝 跟所有参与的人们 你们让基隆市变得更好 那在这里代表谢国良市长 祝这一次活动圆满成功 基隆在这个很顺利 让所有的在这里的港务同仁 居住的更安心更开心 进驻活动一切顺利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所以港务局跟我们基隆市民 应该是息息相关 我们要如何共享 然后如何让基隆市成为基隆 就是台湾头 然后让人家知道 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漂亮 然后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都市 在 基隆市大母 在 而市民也相当关心 原本的钢筋所迁移拆除之后 用地会如何来规划 拆除以后我们连同军港签以后 所剩下的空间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它刚好是在一到四号码头 东二到东四号码头 邮轮作业 跟后方东六号码头 这个地方是货物作业 所以刚好是在货物跟客运的一个 转运转接的一个地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目前规划是希望来发展物流 同时可以去做邮轮的补给作业 物流作业跟邮轮的补给作业 那我想物流作业在目前来讲 过去港口我们大部分是以进出口 仓储为主 那但是就整个贸易 跟整个经济的一种转型来讲 未来物流作业会是在港口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规划在这个地方呢 未来是采用物流作业 跟同时去支援 前面二到四号码头的一个 邮轮的一个补给 我们希望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据了解 基隆港警总队将先建后拆 预计114年7月新大楼完工 115年年底前完成搬迁与就职拆除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6个资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部长潘文忠 你知道毒品是怎样让人成瘾的吗 13年3月29日到5月19日 教育部将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 解饮 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读教育特展 欢迎大家携手共同来参加 本次特展是以科技的方式 透过模拟实境 展示毒品的危害 让我们一起扮演反毒的特务 KO毒品 健康OK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画面上是南荣公墓的路口 新画社的绿色斑马线 为了让扫墓人潮安全进出南荣路这个路口 是否赶在清明廉价前完成了绿色斑马线 而为了维持扫墓的交通顺畅 明镇处表示 已经在南荣公墓规划了交通管制 和相关的服务措施 那这个地方我们在新任的满地张所长的规划之下 我们希望在今年度的殡葬管理所 租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设施 一些有个改善的方案 能够提供前来我们扫墓的市民朋友 能够有享受到这一些改善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在交通方面 我们比照以往 我们希望大家多层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然后来我们边上管理所 这门口就会有接驳车 接往各个牧区 或分了两个路线来接驳 那步行的民众 也有步行的相关的动线 我们希望在动线上 能够提供比较明确 然后整齐干净的一些路线 清明节这个殡葬管理所的交通管制的话 等于是这个礼拜的六日 从30 31号开始 然后以及清明的廉假四天 都会有交通管制 那交通管制期间的时间是 早上七点钟到下午三点钟 公车接驳的电话 我们大概会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在男人公墓的入口处 就是以往大家会 惯例搭乘的那个地方 那个会去搭乘 然后那接下来就会分成两条线 一条是往就是 大家习惯的这个火化场 以及这个火化场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站错 零鼓塔站错区的地方 那边有一会有一条线 然后回来也会有 这个公车接驳的地方可以等候 那另外一条就是往 大家比较习惯的一个木区 这个树葬区的部分 这个地方也都有两条公车可以接驳 那此外的 就是也为了服务民众 在这个接驳区等待的地方呢 那我们也会有同仁在这边来做服务 那譬如说这个提供一些茶水 那或者是一些业务上面的咨询 那虽然那几天 清明年假期间 我们的业务是暂停 是没有停 也是停炉的 但是我们都会有同仁在里面留守 如果任何业务上面的咨询 包括如果想询问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祖先 放在纳鼓塔站错区里面 就纳鼓塔站错区里面 是他的名字 他还在不在 他是放哪个地方的话都可以查 甚至我们也考量到 民众在扫墓的时候一些除草 杂草也能够帮我们带下山 我要在山上焚烧 很多的危险跟污染会产生 我们会设置一些集中堆放杂草 以及纸钱 现在纸钱我们在减箱减炉的 这样的推动之下 纸钱我们会送到我们的 集中式的金炉来做焚烧 我们会设置相关的一些设施 请民众也可以来配合 市府民政处说 希望透过各种交通与辩民措施 让扫墓民众都可以便利地前往南融公墓 扫墓追思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坐着轮椅体验轮椅足的不便 尤其走在这条坑坑洞洞的马路上 特别的颠簸 加上年久失修 地面上破水严重 我常常看到很多老人家跌倒 有时候来这边领东西走出来都跌倒了 那问题是说你要铺 可是有时候地主他说他这个是他的 他不愿意啊 车辆经过这条道路也是上下摇晃 看看马路东破一块西破一块 光是薄油颜色就分了好几层 似乎从未好好整顿过 其实这条新峰街251巷道路 早期没有纳入都市计划 但周边竟然淋漓 使得私人道路公部门无法介入 很常看这样坑坑洞洞的 你送多久停了 我送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改善 没有 路比较不平 骑车危险 之前有请公务处来帮我们铺 但是铺的期间 就是铺的时候被一个李明说 这是私人土地叫他不能铺 有的他是觉得这是他的地 他就不想要铺 有的是因为怕安全 因为你没有铺 骑摩托车或走路会跌倒 里长说地面上好多的坑洞 过去有住户自行拿了材料铺路 但技术不好 反而成为了危险障碍物 可能是自己用的 他用完了我才看到 我说这样子不好 为了改善道路品质 议长通知委 市议员许瑞池前往现场会刊 与市政府相关单位讨论 找出解决的方法 新峰街这边呢 它是一个非常生活机能 非常健全的一个社区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们这边住的 非常多的民众跟居民 你可以看到有药局 有诊所 有理法厅 帮我们里长的活动中心 还有社会处服务资源中心 都在这里 就知道这边有多少人 在进除使用 那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前的都市计划 没有这么完善 所以政府的开发 我们有盖房子 却没有规划好道路 所以我想这还是属于政府的责任 如果现在家住在 我们的市民朋友身上 我想对住在这边的民众不公平 所以我想希望我们政府单位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毕竟它就公共通行使用已经多年了 那我想非常感谢瑞茨议员还有梓豪里长 那么用心持续的帮李明来争取 那我想我们就要请这个瑞茨议员跟里长 来共同举办一个共听会 邀请我们相关所有单位包含民众 大家共同来讨论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那我们希望尽数可以把这个问题来 赶快来解决这么多年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丰街的二五一乡的二弄 那这里有新副里的李明活动中心 以及基隆市的辅具资源中心 还有新丰市场 那这里的市民跟长者的出入非常的频繁 但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道路非常的崎岖不平 不要说一般的民众行走了 甚至是辅具的使用者无障碍者 在使用上都非常的困难 这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建设 来打造一个人形友善无障碍的一个空间才是 像这样的一个新丰街二五一乡呢 它的违规停车是非常的严重的 因为它没有规划就是交通标线 那红线的绘制 以至于这样随便乱停车 其实警察也无法取缔 那这样子车道的车辆的一个乱停呢 其实也严重影响民众的出入跟车辆的通行 那其实这边的居民应该要取得共识 因为这边是一个人流跟车流都非常频繁的一个地方 会看结果将请地方里长召开公厅会 凝聚大家的共识 讨论出方案再由市政府根据共识进行改善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我发现点冷气 它得太冷了 肮脏的滤网不要固定清醒 电池阴气洗击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我们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旧电炮换特力敌 省电省钱又力量 哎呦真厉害啊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既往路都能再开心局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